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見口頻道 今天是2019年的7月28號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個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那個叉枝花梗的蝴蝶藍 它長了高牙 高牙之後呢也有一段呢 它有一段枯黃了 那枯黃之後呢 它會不會繼續枯黃下去呢 當時我們有曾經跟大家講說 它會在高牙的部分止住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帶大家來看一下現在的狀況 那當時的影片我們連結 我們放右上角 沒看過的朋友呢可以參考看看 那因為有些人他沒有看過 他不曉得說整個生長的狀況 然後會有點 會有疑慮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我們將繼續拉近一點來看看 各位當時呢我們就在介紹這一株 然後我直接拉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是不是這一株呢 我是不是說它上面長高牙 然後上面上段枯黃呢 那個影片呢各位要先 如果沒印象的話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上面已經枯黃 它會從上面一直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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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到這邊呢它就會止住有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止住了 在這邊就停住了 那高牙的部分呢還是綠綠的呢 它還是會繼續 繼續維持它的一個 那個活線 給大家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就是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 這株高牙的情況 然後你現在呢已經枯黃了 你可以考慮把它剪掉 當然啦如果它在枯黃之前呢 你也可以考慮先剪掉 那我當初沒有剪掉呢 就是因為我要拍片 給大家看一下說 如果這一株呢會遇到 你如果不剪掉會遇到什麼情況 就是像這個樣子 在這邊止住 這邊是綠色的 看到沒有綠綠的 這牙還在好好的 那這邊都枯掉了 整個就枯到這邊都止住 擋在這邊止住 當然呢如果它在枯黃的過程中 你趕快切掉的話呢 它就只會枯到這裡 大概就只會枯在這邊 那剩下都很正常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來證實我們當初跟大家介紹過的 確定我當時講的 跟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是有一致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收看再會